我們國會大現場關注到的是NCC兩位卸任的委員 林維京跟林立雲跟王維京 抱歉她說批評正媒現在集團化 甚至有媒體藉此來進行土地開發牟利 對此立委翁曉玲她說 檢調介入了調查 背後有圖利嫌疑 國會大現場我們今天邀請到的立委 翁曉玲來到了現場 委員早安 是陳佑早安 各位觀眾大家早安 所以我們持續來看到NCC這兩位卸任委員 王維京還有林立雲他們發出的這個公開信 特別在離職之後卸任之後去點名說 現在有正媒集團化 同時他也在這裡頭寫到媒體 恐怕還藉著土地開發來牟利 我們看到這一些就想說 那為什麼這兩位不把哪一間媒體講出來呢 以及他們在任內 為什麼就不把這些問題點出來呢 是我想這兩位委員在離職的前一天 他們寫了這封公開信 然後直指現在NCC裡面內部存在一些問題 那看起來他們的確有發現有些問題 像是是不是有正媒集團化 還有是不是有媒體有介入一些土地的這個買賣的問題 那麼但是他們其實沒有講得很清楚 那我認為如果真的有這個問題的話 其實未來檢調單位其實都應該要針對 就是兩位委員所提出來的這麼重要的問題 因為它不僅是影響我們台灣的廣地媒體的健全的秩序 還有甚至可能還會有土地等等的這些問題 其實檢調都應該要啟動調查 對那麼我想這兩位委員雖然說他們過去這四年在NCC委員會裡面 那麼也是跟著這個大家一起做決議 那麼在一些案子縱使他們提出了不同的意見書 但是看起來也是沒有辦法去改變NCC裡面這些問題 那麼這個它裡面大概提到了像是 還有像換照程序不公開有些資訊不公開的部分 那麼其實如果它能夠更早的時候就能夠提 那甚至在更早在當時審理中天新聞台的案子的時候 就能夠表示這樣的立場 那我覺得大家可能對於這個NCC的審理作業 就不會有這麼高度的懷疑 對因為包含這兩位委員特別提到 未來一些什麼深色換照制度 應該要更加的公開透明 我那時候看著想說 那你現在是自證過去在審中天的時候在搞黑箱嗎 是確實在當時中天新聞台的這個換照案的審查過程當中 其實也有非常多的學者專家學者 還有美改團體以及社會大眾 都對於當時審照程序不公開 很多的裡面的這個審查的標準審查的理由 為什麼也很模糊沒有那麼具體 就是大家其實都充滿了質疑 但是蠻遺憾的 在那個時候他們沒有要堅持 必須要把很多的資訊要公開 可是現在離開之後才點出這個問題 我覺得其實是太晚了 對 所以就是他們是不是也其實是共犯結構之一 所以現在會讓大家覺得說 為什麼你零去秋波才來講這些 為什麼你們過去都不做 現在是有點想要洗白自己了嗎 我想回到學校之前 他們大概對於在這四年NCC委員的工作當中 一定是有這個有酸甜苦辣吧 好 那但是即便我個人認為說即便他們過去 在很多的案子上面沒有清楚地去表達他們的立場 或是對於他們看到一些問題無力去改變 或是也沒有出來去講NCC有哪些重要的問題 可是畢竟他們還是提出來了 這個現在我們看到NCC有太多在法治還有在整個換照程序上面 作業程序不公的問題 但我仍然是認為說這兩位委員的講話還是有意義的啦 那麼只是說很可惜就是他們沒有在當時他們還在位的時候 就能夠對外做更多的說明 讓整個社會大眾一起跟著他們一起來監督NCC 但是從一開始的表現看起來 他們好像也不是踩在這樣子的一個立場上面 然後去做宣示 所以等於說點出問題這確實是問題 但是你點出來的時間點會不會太晚了 包含昨天行政院自己被問到這件事情 然後行政院跳出來說 尊重這兩位委員的看法 但是說他們在任內的時候 其實可以做一些事 我們就看到什麼行政院的意思是 現在把這個責任推給你們王維京 林立宇 誰叫你們任內不多做一些事情 所以看看行政院好像也不支持這兩位委員的發言 當然一定是不支持這兩位委員的發言 而是更支持過去NCC違法亂證的一些做法 那麼其實從行政院最近又在提名 又在指定已經要卸任的副主委翁伯中 繼續代理主委這件事情就可以知道 其實行政院根本不想要去改變NCC 他甚至還認為放任NCC 現在這樣繼續違法亂證的方向是對的 所以我在這邊也要呼籲行政院 不要再繼續讓NCC作為一個獨立機關 你真的是要置他於死地嗎 他現在的民生已經是非常糟糕了 那麼可是看起來行政院 不僅不想要去拯救NCC的地位民生 反而還繼續的讓他成為民進黨政府的打手 那我認為這樣的做法其實是非常不治的 就是助索為虐了 好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委員的 毛關時間 謝謝委員 好 當然委員在林事會還是一樣 繼續了忙碌 尤其針對這個NCC的相關的案子 這兩位現任委員提出了臨別的建言 但你們想要裝清高 那你們為什麼過去不想要清高呢 為什麼現在才只想要洗白自己呢 就是我們今天起來的國會最新